欢迎收看打开公话买 我是许中江 为了一例一休 立法院朝野今天再度对决 场内国民党想文攻瘫痪意识 占领主席台 场外则是担心劳团再度冲撞 大批警力支援 而且会持续到下周九号 那么为什么一例一休 会搞到朝野剑拔弩张 原本支持绿营的劳团跟学生 变成了对立 还要去冲立法院 也冲柯建敏的办公室 民进党操之过急吗 忽略了对外沟通 与议事程序完备吗 而劳团坚持七天假 不愿妥协 有道理吗 休假一国两制没有关系 配套措施也不相信 那现在新政府 要如何取得外界的信任 如何在劳资双方取得平衡 似乎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另外红席会结束 红秀柱回台后 成为国民党的一姐吗 党内统治认不认同 尽管没有暴冲 一中各表变得更模糊 但是国共一起反台度 是很明确的 而且讲得比习近平 要更为激进 国民党是不是成为 共产党的附庸 自带红帽的做法 会让国民党变大 还是变得更小呢 下面一提我们一谈讨 首先介绍来宾 民进党立委蔡世英 大家好 国民党文春卫副主委胡文奇 大家好 自身媒体员王时奇 大家好 还有网络观察家朱学恒 先来看立法院今天上午 再度上演朝野大战 来看BCR 国民党立委突然聚集到主席台 甚至还有人拿议事资料 塞住门缝 全面封锁主席台 不让任何人靠近 这都是为了牢记法 修正案的争议 蓝绿党团前一天都发出动员令 国民党团更早就扬言 要用文攻的方式 大量提案反对再表决 全面瘫痪意识 这个叫文斗 就是表决嘛 就是表决 大家在上个会计 都已经看过那个程序 就是那样的程序 今天程序 就到程序来走 只要不冲突 到程序来走 我们都接受 要表决就表决没有关系 面对国民党团出招 民进党团总召 柯建民老神在在 虽然蓝绿党团干部 一早就开会协商 民进党团还提出四点建议 希望能够化解牢记法的争议 不过双方就是找不到共识 民进党团只好利用议事规则出招 反将国民党一军 让国民党决定 从文攻策略变成全面杯葛 更要加码 马康义立法院长苏家全 主持议事不公 蓝绿两党立委直接在一场内对骂 时代力量成员干脆退席抗议 也让立法院再度空转一个上午 好我们看到立法院上午再度对决 国民党说要文攻瘫痪 霸占主席台 那么也朝野协商了 但协商似乎也没用 来请教时期 现在看起来这个一例一休 感觉上模糊 这个焦点是被模糊掉 变成一个朝野大政 那到底是在争什么 那我们看到就国民党 好像说一直强调说 这所谓的议事过程 那这个过程是民进党 有操之过急吗 那只是说这个议事录 也能变成一个争论的焦点 你怎么看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说因为一例一休 因为他有一个月的 协商期 所以今天还没有到期限 也就是说民进党 今天早上排的法案当中 并没有这个法案 他要到10月8号之后 才有可能会被处理 那所以现在看起来 只要是在立法院 不管他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要讨论这个案子 都一定会发生 这个国民党霸占主席台 这样子的 所以即使没有一例一休 国民党也要去占主席台 我觉得今天早上看起来 是这个状况 而且本来国民党讲好 要文攻 攻一攻之后 突然间变武斗 就是他的策略运用 也变得很快 说好啦 那国民党可能就是反应很快 然后这个马上改了 改了策略 然后所以还是持续的用 霸占主席台这一招 可是我觉得用久了 其实会很烦 也就是说 你看我们坐在这边谈一例一休 这件事情 谈了有没有五个月了吧 差不多 大概从六七月的时候就开始 一直到现在 对一直到现在 那我觉得对于社会上面 有很多的情绪 恐怕会是说 让这件事情提早安定下来 那所以立法院迟早得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当国民党要采取一个抗争的手段的时候 你不可能让这件事情 无限期的就好 我们每一次就这样 就这样 所以到了年底 我们还是要霸占主席台 到了明年 我们还在霸占主席台 使得这个会期的立法院 是一事无成的 我觉得到时候的 国民党的压力会变得很大 就是他会在社会上面临很大的 舆论的压力 好那所以回过头来 现在该怎么解僵局 还是回到了过去 你刚刚提到的议事录 议事录有争议 大家坐下来厌待 那如果不肯坐下来 仍然要站在主席台上面 那厌待这件事情就 永远没有办法被达成 那既然这个样子的话 我觉得僵局仍然没有办法解 还是得要面临说 立法院都是在吵 整个立法院的形象很差 然后人民很唾弃 立法院选上新的立法 还是一样 我觉得对于立法院 自己本身一点好处都没有 也不会因此而加分 不管是国民党或民进党 但现在看起来恐怕受伤最重 可能是民进党 因为立法院如果一事无成的话 因为民进党现在是执政党 照理说所有的人都会觉得 你最大党啊 你为什么没有办法用一个 用你的人数优势去执行这件事情 这就要回到 那所以民进党呢 你们在面对这件事情 如果人家不跟你坐下来谈的时候 你有没有第二步跟第三步的计划 这是民进党团 老柯你在立法院玩了这么久 你得要有一个方式 那过去王金平他很会斡旋啊 这个朝野协商啊等等 会瞧事情这样 对对对 所以他被人家唾弃 那所以现在的这个苏嘉全 他就必须要展现更多一点的力气 而且因为现在每一场协商都是透过直播 大家要看的人都可以看到 那所以你就要赶快召开协商啊 你就要赶快谈啊 那就不能不能说啊 这个没有办法 我这个也只能召开一次 然后这个你们不来谈啊 那我也没有没有办法 没有什么没有办法这件事 你是立法院长就必须要解决这样子的僵局 如果今天召开朝野协商 而国民党退席了 国民党不来了 那是他自己要去背责任 民进党如果觉得自己不用负责任 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做的都对的话 你们就要做强力的诉求 我觉得这个就是双方对战 人家在跟你打仗的时候 你也没有必要温良攻减让 不过早上也是有朝野协商 只说这个协商是破局的 我想现场我们蔡世英委员 应该很清楚 就说现在的朝野协商 到底有没有用啊 感觉上好像国民党说不认就不认 说不来就不来 那这个协商 如果真的没有用的情况之下 那以后怎么办呢 那现在国民党一直讲说 你民进党多数民意 变成了这个多数暴力 那如果这样的情况下 那以后是不是也没完没了 我觉得就几个部分来看 今天早上其实 10点开始就正式的院会 因为早上9点是国事论坛 那其实到10点半左右 大概朝野协商才结束 那朝野协商协助之后 事实上大概双方没有什么共识 也因此就国民党的委员 就仍然就是霸占主席台 又没有共识 那国民党坚持什么 他坚持就是要求重来一次 要重来 他坚持要求重来 那到底这个我先讲 所以这个就跟原本讲的是不大一样 原来是讲说 那就是用议事的方式解决 也就是透过相当程序表决发言 这个方式来处理 那这个其实是符合议事规则的一个做法 那后来就是因为谈判 结果没有达成公司之后 那国民党委员就 也没有按照之前的讲的东西 他于是又上台 来占领主席谈杯葛嘛 那现在我们是我们现在是希望效 能够持续的议事来进行 我觉得这还是比较重要的 毕竟这个立法院审查的相关的议案 还有预算案非常的多 这个一例一休的劳基法修正案 只是其中一项而已 而且还有很多的法案 我相信也都非常的重要 那实际说早上是没有一例一休这个案子 我所了解到也是没有排进去 那国民党是怎么 先暖身热身吗 还是 这要问国民党才知道 说实话我坐在台下 我看着他我也是觉得蛮奇怪的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就这样讲的 我记得协商企业还没有到 那再来就是说 这个案子到底有没有解决的 僵局的做法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 就两个部分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民进党 作为目前国会的多数党 当然相关的法案 大部分会按照多数党的意见通过 这本来就民主程序里面 是这样子要求的 可是通过这个法案 到底好或不好 当然是由待 最后有广大的人民 来做最后的决定 所以我是觉得说 居然民进党愿意提出这样的版本 表示民进党要负最终的一个成败责任 那按照议事规则 在立法院如果删毒通过之后 事实上不被人民所接受 那当然人民就下一次的选票 然后又另外用选票 来做另外一次重新的选择 对这是执政党民进党要去承担 如果说这真的不好的情况下 所以我就说 我作为一个执政党的立法委员 居然我们提出了 这样的一个修正案 对我们来讲 我们也支持这样的一个修正案 那为什么要讲 因为对我来看 我还是觉得 现行的修正案 能解决许多的问题 比如说对于目前的状况里面 没有规定到 现在劳机法只有一例而已 所以很多的状况是 单周工作40小时 有可能是工作6天 可是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希望让它进步成为两个休假 就是一个立加一个休假 这个休假是可休可不休 也就是说透过高额的加班费的方式 达到变相的全面周休二日 这样的做法 那当然未来我们可以更进一步 在劳资双方习惯了 这样的一个运作模式之后 我们在下一个阶段 再推动强制的 所谓的立假两天的 这样的一个立法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过程 那本来就是一个渐进的 我觉得台湾是个多元的社会 我觉得都是可以列入讨论 的确 就是说一例一休 其实也是朝向 这个周休二日的方向来走 只是说这过程当中 那么也许劳团他们不满意 觉得没有办法 这样子一定要一步到位 但问题是 今天早上 如果再没有一例一休 这个法案的情况之下 那国民党来请教文奇 那国民党到底是 杯葛 占领主席来到底用意为何 还是说是为下周来暖身呢 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公平正义的一个追求 不过我还是要讲认错 虽然如果对一个执政党来讲 也许常常道歉不是好事 但是如果以这件事情 不管从一例一休 就像时期讲的这个议题 我们吵了五六个月了 其实最重要我还是希望 如果这件事情要有一个好的开始 其实蔡英文总统必须先道歉 因为是从他开始起头 他说要实职周休二日 乃至于到我们的国防御部长说 他要把七天假还给劳工 这是一切的始作俑者 我的意思是说 国民党已经被人民给换掉了 其实一开始也许我还是期待了 蔡英文总统不要再 之前我有提过一个例子 她说这个公务员的两例休 没有比劳工的这一例一休的 这个条件优 类似这样子的鬼话 就谎话 不要再讲了 那回到我刚才讲的 也许议事规则 不管是说程序上 因为民进党有民进党的坚持 他们说看烟录影带 国民党有国民党坚持 他明明觉得说委员明明 现场有表示意义 这个东西我觉得都已经过去了 可是现在感觉上立法院 还是在为支持集园在争论 所以我讲说这个议题 就是看看有没有机会 当然民进党的好朋友 或是蔡英文总统 我们回到之前他们讲 今天我看老柯也有讲 他说其实党团 大家可以开公听会 那我们就还来看看 听其言观其行 有没有可能把大家 真正的关心的点 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 这个政策如果真的是非常好的话 其实只要用简单的一两句话 就可以让人民了解 就不用再乘以1.33 1.66 那些只是一个数字的游戏 所以这个议题其实理论上 是可以很理性的讨论 到底说怎么样对劳工 对于我们民进党 现在已经当家之后 他觉得企业组的一些心声 其实这个东西当然我们认为 是有可以合理讨论的一个空间 可是民进党不要 像我刚才讲的蔡英文总统 还是把一例一休说 这就是两例休 类似这样的文字诡辩游戏 我觉得他必须先展现一个 执政党的格局跟高度 好在野党如果真的 就像实际讲 我们还是不去参加 什么朝野习商 这个东西当然责任 就会到国民党的身上 可是在这个之前 因为执政党是我们民进党 他必须有更高的格局跟高度 来海纳摆算 否则我常常讲 怎么可能连时代力量 还要国昌还要假哭 在那眼面痛哭 那包含今天早上 我们看到的一个新闻 说看到时代的徐永明 跟黄国昌 看到国民党跟苏嘉全在里面 也许刚才侍应讲得很好 也许也要问问民进党跟苏嘉全 也要问国民党 为什么就独漏掉时代力量 但是在议事的程序上 国民党现在还要去砍苏嘉全 跟林志佳的特资费 那现在是感觉上 就是说是 你如果必须讲说 就是尿七亚弯 也许啦 我觉得也许有那个味道 但是我们应该讲 这个尿七亚弯 到底合不合理 我们来看一下苏嘉全说 他当然形式上是说 我们大家来看 我主持议事很公道 可是对不起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丽 到底在解释这件事情 在看待当天的混乱现场 你真的认为陈寅的一分盈 主持的议事没有任何的瑕疵吗 如果这种话讲得出来 这些现在都是 我说反走过历史 被留下痕迹 在那样的画面的 一个勘验状况下 如果能够蒙着眼睛说 那个是非常公正 没有完全没有任何人 有表示意义 我觉得这个这样子不好 那现在不是说勘验引带吗 那也还是还没勘验啊 那能不能心平气和下来 说大家一起勘验 我觉得这个东西 当然是可以来大家来讨论 但是执政党必须先展现 它的高度跟格局 之前真的 他曾经是这样自己讲过的话 自己要对自己讲过的话 要做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我回应他一下 就是说其实勘验 大家有说要勘验 重点是勘验完之后 要不要照议事规则走 就这么简单一句话而已 为什么这个一粒一秀的案子 在委员会一直审查 就在吵架的原因是因为 不是国民党去霸占主席台 所以换民党去霸占主席台 为什么一个想让他过 一个想不让他过 大家都觉得说照议事规则 就变成有争议嘛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胡发言 能够代表国民党可以说 保证这个勘验完之后 全部按照议事规则来走 我相信大家马上怕破 马上马上OK了 现在担心的是勘验完之后 大家仍然回到原点 继续坚持某些东西 不相让 就是国民党可能不认这样 有种情况 我所了解到是这个情形 文青我也回应一下委员 听其言观其行 我希望适应委员 回想自己在是少数党的时候 如何的鄙视议事规则 他们为什么会用很多很必要的 所谓的必要之二 去强力的抗争 如果一切按照议事规则 我们知道民进党过半 其实老实讲 那意识规则就是一个 我说形式上 我让你讨论 其实我就是要过 所以我还是希望委员 能够回到初衷 民主自由的真正的初衷 如果我们是要多元讨论 否则按照意识规则 中将 这个案子其实非常明显 就是我们时代力量 一点过的嘛 这根本就不用说 照意识规则 国民党时什么卡销 三十五席而已 徐恒你怎么看 现在蓝绿之鉴 到底要怎么样来摆平 这个意识程序 那到底看起来 国民党是反正只要 想要乱下去 一路杯葛下去 还说绿营在议事程序 这个部分 还是要稍微退让一些 听在意党的意见呢 其实以今天 这个抗议的时间点来讲 看起来国民党 是准备焦土抗争 也就是在立法院 做长时间 大量的议事规则上的阻碍 给他杯葛到底 也就是让我们回想起 几年之前的 这个民进党 做的抗争的目的是要 瘫痪意识 让执政党没有办法执行 他们的政策 但这样子的抗争执行到最后 会因为旷日费时拖了太久 都没有通过法案 民众会开始有反感 所以我觉得至少以目前 今天的观察 因为就像刚刚实习节所讲的 今天其实不是冷静期 也就是协商期 一个月的最后一天 其实是10月8号 下个礼拜的时候 那他今天就要罢主席台 那就表示后面都不要提了 就后面你即使时间到 我也不准备要做任何的退让的时候 我觉得第一个要观察的是 长时间担任执政党的国民党 到底了不了解抗争的彻底性 就是要睡议场 要带大锁来锁议场的门 那今天以他们的持久性就对了 战斗力来讲 好像还不太够 因为譬如说拿议事录塞这个门底 这好像是拿来挡蚊子 不是拿来挡议长的 那这个部分 他们可能必须要再提升 那民党现在比较困扰的地方是在于 那到底立法院的院长 召集的政党协商 大家愿不愿意接受 因为实际上我今天必须要讲 今天早上最生气的人 其实不在现场 时代力量最生气 时代力量 今天早上又开了一个记者会 然后这个党主席黄国昌 在脸书上贴照片 你知道那个现场非常戏剧化 黄国昌说我们一进到议场 发现怎么没人在开会 院长呢 结果他就去问后门的住位警 住位警跟他讲说 他们在那个议场后面的小房间 黄国昌就进门 说你们在干什么 现场当场他有拍照片 那不是朝野协商吗 请问 那个不是 因为现场的人是谁 是林志佳 苏家全 然后还有这个王金平 然后还有柯建民 那大头就这四个人 还有一些议事的记录人员也在 所以黄国昌很生气 他说你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如果你是政党协商 为什么没找我 那如果你不是政党协商 你们给我偷偷摸摸拒在这边到底在干嘛 非正式的朝野协商吗 而且更重要是时代力量的支持者更怒了 因为中间有一张照片拍到柯建民手上拿根烟 所以他们说 不行我根据烟害防治法要检举柯建民在室内抽烟 那所以后来时代力量又开了一个记者会 表示这样子的状况并不好 我觉得现在其实你看立法院现在的争端变成两个部分 过去的执政党在学着当政党党 在学着抗争 那新的力量在学着如何累积自己的政治资本 因为如果两党都不好 国民党也不好 民党也不好 那当然就我时代力量最好 那时代力量能够在这个瘫痪跟冲突当中 拿到多少的利益 获得多少的光环 还是说会因为这样的民调制度下降 要看他们运筹帷幄的做法 对现在看起来好像朝野各党都要在学习 自己的角色到底如何扮演 只是说那劳团怎么办呢 因为劳团呢 他有可能再去冲撞立法院 那么因此警政署就调派了120名的警力 支援立法院以及周边 而且要支援到下礼拜11月9号 也就是这一粒一休预定二三毒的隔天 才会撤出 我们来看VCR 警方搬动交通围栏 把立法院各个出入口层层围住 再用钢索把一个个围栏绑在一块 立法院大门口警方拿着盾牌戒备 连铁门都预先拉下五分之一 侧门的铁卷门更是直接关闭 院内也不时有警力走动 山雨欲来的气氛 全是因为一粒一休要防止劳团再冲立院 动不动就召警察来压 过去国民党完全执政的时候 也没有这样做 那今天民进党才执政多少 不到半年 立法院前后左右全部都警察 甚至于都从南部调上来 这个实在是非常的不妥 警察基本上就是一个维护次序 是一种防守状态 同时我们也尊重这些来抗议的人民 或者是团体 这是他们的权利 绿委为增派警力缓夹 因为除了原本中正一分局的警力 栏委发现警政署发出一纸公文 增派港务国道等单位 超过120名警力维护立法院 还写明保警要到11月9号 也就是一粒一休原本预定 二三度的隔天才能撤出 这样的设施真的能解决 我们现在在医事里面 关于一粒一休的问题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是 好好来讨论怎么解决它 那那么多警察 其实对立法院形象也不好 一句只有院长能调动警力 王近平暗指这些支援警力 都是苏嘉全所指挥 而一早不到八点 只有议事人员因为吃了过敏药 身体不适 昏倒在一场侧门 警方也赶紧呼叫救护车 用单价将他送医 为了一粒一休 不仅一场内胶着 连场外也很紧绷 好 如果说担心劳团去冲撞 但是这个动用警力支援 会不会激化双方的情绪 来请教学衡 因为现在这个民进党 执政也不过才将近半年左右 那这么快就跟劳团 跟学生的关系这样决裂 那只是说为什么 感觉上这个转变会这么的快 那现在民进党 有办法去修补双方的关系吗 其实我昨天有遇到 就是闯民党装党部 跟闯柯建民的办公室的 那个宫斗青年阵线 那我觉得其实他们原来 是支持蔡英文的 也就是他对蔡英文 其实没有恶感 他有说 你像你如果讨厌蔡英文 你怎么很认真听 520的就职演说 跟10月10号的国庆演说 他们有听 那也听到蔡英文说 要特别照顾年轻人 可是对他们来讲 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一个实际上的减损 就是他们算了一下 如果少那个七天价 因为你在那七天价 滚离假日打工的时候 是加倍 或者是至少增加30%以上的薪水 那算一算他一年少7400块 那7400块对他们来讲 都背着学代的小朋友来讲 很严重 这一个 第二个是 其实讲明了蔡政府如果真的要解决这些人的问题的话 那个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理想性 第二是绝望感 理想性就是他们其实是比较左派 比较希望劳权可以再提升的那群年轻人 那以前民党是吸纳这些理想 跟年轻人的时候 你现在为什么失去了魅力 是因为你执政吗 恐怕不是那么单纯 那第二个 其实他们真正抗争不是为了7400块 是为了未来的绝望 因为那一个上节目的学生 其实他本身是法律系 那法律系你会说 那收入不是很好 可是实际上现在的实习律师 就到了事务所去实习 一个月有的时候只拿到24000 那你对这样子的状况 你在台北怎么生存 所以他们是经过精算过 觉得这个法案如果通过之后 他们的实时收入可能会减少 所以就说这个绝对反对 这7天价删掉 这是他们的诉求 这其中一个理由 我刚讲了 7400会减少 他现在还在打工 7400就减少 但第二个是 那毕业之后呢 因为他们其实大部分是学生 他毕业之后也没有面对说 收入会增加 或者是劳资关系更融洽 或者是薪水上升 所以对他们来讲 不只为现代抗争 其实他们为了未来抗争的时候 蔡政府可能要想一想 怎么解决那个对未来的绝望 跟失望 那如果说对民进党失望的情况之下 他们会导向蓝营吗 其实应该也不会 因为蓝营 因为蓝营现在试图想要吸纳他们进来 对不对 但坦白讲 蓝营原来是跟资方比较近 或者是我们用政治术语说 他比较右派 你不会一瞬间就变成左派 因为样子不像 大家都吃胖胖的嘛 对不对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蓝营其实要考虑的是 我这样讲 你不能为了抗争而抗争 而是你觉得民党做不好 你提出对案来 你提出对案 譬如说可能不只是七天假 而是那服务业 有没有弹性公使 或者是某些特殊的产业 你要不要提出更多的例外 去彻底修牢基法 把它变成可以符合 我如果操纵这个国际股票 我看盘一定是晚上九点以后 等等等等 你如果没有自己的对案 你就是抗争 抗争久没有意思 的确这些人点出了 非常实际的问题 来请教委员你怎么看 现在这个法案一例修 如果通过真如他所说的 的确经过精算之后 有一些人的收入可能会减少 那再来就是说民进党 怎么样去说服这些 原本是支持你们的 这个劳团还有学生团体 根据我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在今年度废除了 就是过去的所谓的七天 国定假日恢复 就我的认知来看 在过去前面几年来看 我想没有人因为那七天假 是国定假日你工作 就有被加薪水的 是因为今年度 才衍生这个问题 那我认为说 这其实是卡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对于 我们现在的工作环境 我们认为是应该要加薪 还是要放假 如果说我们认为 这七天假是个假期 我们希望能够休假的话 那我的主张是认为说 未来在国定假日的增加 我认为可以增加国定假日 因为事实上 应该蛮多人觉得都要增加 台湾的公司 事实上在全世界各国来讲 我们的公司是偏高的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阶段 我认为相当程度的 把国定假日让它增加 我觉得是可以的 而且是造成是全国一致 这是第一个做法 那第二个做法是我希望能够加薪 那我希望能够加薪 我们就要去想 我们要如何改善更好的投资环境 投资因为薪水是 呃员工的薪水是 公司成本中的一部分 那公司的成本能够算出来 是来自于它的利润 所以这是相对的 如果我们觉得投资环境很好 公司整体企业利润好的话 我们这时候可以要求 这个劳工薪水的比例能够增加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 不同方向的面向在做 而政府都有责任 跟义务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当然就像刚刚学生讲 说到底这 我们很多的来表达意见的朋友 他到底会往哪边走 其实当然 那我觉得现在民进党过去 当然跟劳工相当程度的互动 像我学生时代 也参与过许多的工会的运动 我当然是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要继续推的 一粒一休为什么要修法 如果不动它的话 现在会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一个礼拜就是工作六天 一个礼拜工作六天 离我们的周休二日 我觉得是倒退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在 两个例假之前先做到一粒一休 那还有一个问题 不好意思要说明一下 就是说我们台湾现在的行业 事实上是非常复杂的行业 我们现有的劳基法 是从过去的工厂法改变过来的 工厂就是想做一个礼拜工作 七天或六天或五天 结果我们现在的服务业 或者很多特殊的行业 事实上它都是变形公司 事实上当我们在讨论 劳基法修正的时候 事实上我遇到许多人来告诉我 说他们觉得整个劳基法 都有问题 比如说港口服务业 比如说现在的百货服务业 或者刚刚学员讲的 外国的金融业 你按照现有劳基法就看 他没办法去工作 全部都挂点都不能做 那这部法来讲已经没有办法去因应现在 台湾整个社会多样化的这个产业 那样的变形的结果 事实上最后都是 劳基双方的互信 解决这个问题 否则只要双方有个人不满意去检举 几乎马上检举马上就破功 为什么 你违反现在的劳基法 这个问题很严重 可是如果你劳基 我要出到这么多变形公司 所有人都说我要放入变形公司 又会衍生另外的问题出来 来石熙你怎么看 现在民进党最大挑战 是不是就在这边 如何去说服这些劳团跟学院团体 对我觉得民进党的确应该要认认思考说 他跟过去这些 可以称为伙伴的这些社运团体 到底未来要维持什么样的关系 我当然觉得不可以再增加 那个双方的隔阂 除了你要尽全力的去沟通 这不只是这个劳动部的事情 也不只是这些立法院的民意代表的事情 民进党本来也就有跟社运团体 这个接触的这个单位 你们都应该要去拼命做这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刚刚我们还特别看到那个Visa 就是说你弄了很多的这个锯嘛 然后用那个钢绳在那边捆啦 然后警力的配置很多啦 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影响的 都会增加 观感问题影响很大 不但是社会观感不太好 而且更是增加了和这些社运团体之间的阻隔 就他们也不太能够在情绪上面 能够接受说过去我们其实也曾经一起打拼过是伙伴 可是现在确实用这么多的警力 来把我们阻绝在外面 所以那些警力啦那些巨码什么 我奉劝这个执政党 其实应该要避免落入过去国民党执政时候的 那个时候的做法 那你们尽全力的去沟通 然后用这个不要用过度刺激的方式 去面对这些过去愿意跟你们一起往前走的人 对的确当这个巨码跟警力一摆出来 恐怕就跟人民呢距离非常的遥远 我想这个文奇里面国民党应该很有经验 很有感触吧 很有感触所以我们被换掉了嘛 所以我还是要强烈的呼吁一下 就是说可能蔡英文总统可能要先道歉啦 那我觉得刚才市应委员讲得很好 期待他可不可以去当我们的劳动部的部长 他有这个格局啦 我真的觉得 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民进党执政 现在才五个多月刚才您讲半年 其实还没到从520 虽然他们之前说已经准备好了 可是你看现在的警察越来越多的 这个状况下 其实有点像是马英九后半段 可是没想到蔡英文的前半段 已经开始似乎在上演这个 我要特别强调就是回到实务面 就是说我们应该在座的各位 我们大家都是劳工 我们知道是扪心自问 我们之前的特休假 我们修得完吗 这是老百姓实际的一个感受 所以我才会讲说 很多好的政策 你如果真的 你问问人民的感受 为什么这些劳团 这些青年学生 他去算的时候 我常常强调 原本我就不用给你奔嘛 原本就是我的价 就是学恒奖的 我就可以工资成盈2 或30% 所以他们的剥夺感很重 所以你说 所以我也要回应学恒 就是说其实我很瘦啦 其实国民党现在很惨啦 就是说 其实国民党有提出了一些版本 吴志洋的版本 但是如果这个版本 真的就像市英委员讲的说 也许也没有符合 现在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都可以讨论啊 可是就是回到原点 那现在我是觉得 他们是用包装说 我们一切按照 意识规则来走 可是我们知道 如果现在就按 意识规则来走 其实答案已经是出来 就不用问太多 所以有没有可能这个东西 大家还是有一个理性 可以谈的部分 就是回到原点 包含工厅会 他们不要自己人取暖 大家好好的把意见版本 然后把所谓的业者 中好企业主找来 因为这个受伤最大的 其实在中好企业主 OK 好 这么一例一休 会如何发展持续 为大家来关注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来关心国共会谈 红习会结束之后 那么红秀柱成为 国民党的一姐吗 还是国民党成为 共产党的附庸了 先休息一会 马上回来 国共论坛结束后 红秀柱成为 国民党一姐吗 绿营认为会增加 他连任党魁的机会 但对国民党没有加分 而蓝硬则说 还有待观察 来看VCR 高喊欢迎口号 近500名南营支持者 在机场大阵仗 迎接国民党主席 红秀柱返底国门 这次红席会 中国不仅同意 研议和平协议 还暗示由国民党 取代海基会 成为两岸沟通代表的可能性 给足了国民党面子 我们就会支持而且协助 南营执政的八个县市 至少在今年底以前 到大陆去做一个农客产品的展览 观光旅游等等的展览 一脸自信满满 这趟仿中行感觉得出来 让红秀柱对明年争夺党主席 更有信心 我个人觉得这个跟他选主席 就是是不是会连任 并没有太大直接的关系 当然会对筑写本身 有一些的加分作用 想当然了他应该会要 征询连任 那这个部分我们觉得 还要再看其他的候选人 看得出来他当然是为了 下一任的党主席在软身 到底对整体的国民党 未来的发展是加分还扣分 我觉得社会还会持续观察 绿维点出重点 毕竟中国借由红习惠 刻意提出有决心 有能力准备处理台独 若不处理中共会被推翻 多次脱稿演出 恐怕招致台湾内部反弹 引发两岸关系紧张 而且就算红秀柱抛出 让台湾参与国际空间等想法 也被习近平以坚守一个中国 当作理由给了软钉子碰 不需要去想到 明年七八月的事情 眼前党产的事情 党务的改革问题 这个都比明年的事情来得及 所以是不是应该把焦点 放在眼前面临的这些挑战 红秀柱主席包括张副院长 其实我们都已经有约定时间 跟党团在固定的时间 就这一次红习惠回来之后 所相关后续的一些相关成果 跟交流 我们会有一些进一步的沟通 好 红习惠后呢 红秀柱是不是从中获益高度增加不少呢 来请教时期 有媒体说小辣椒变成了国民党的一姐 真是如此吗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一次 因为他没有这个太突兀的演出 没有爆冲 对对对没有爆冲 然后也算是中规中矩 就是在那个框架里面 做他合宜的演出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红秀柱本身 的确是有拉抬的作用 毕竟他也跟过去那些国民党内的大头 吴波兄 马英九这些人一样 都跟习近平握到了手 所以他是站在那个第一列的 这个最前面的那一排的位置上面 这个毋庸置疑 因为过去一直大家对于红秀柱觉得 他其实分量不够 他是一个比较 国民党内最弱势的一个党主席 可是借着这一次跟习近平的见面 的确是有拉抬他的作用 那拉抬要干嘛 整体国民党是不是同样被拉抬 看起来好像没有这样子的效果 讨论红习会的新闻版面 其实还没有讨论韩国普警会来的大 也就是说其实在国内来说 人民对于红秀柱跟习近平见面的 新闻的那个热情度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高 那所以才会大家评论是认为说 对于红秀柱选明年的党主席 可能会有帮助 再加上红秀柱的这个蔡振元 在出发之前不断的挑 这个攻击马英九办公室 那所以这场战争就会变成说 不但那个位阶是相同 跟马英九的位阶是拉到一样高 而且在巩固他自己深蓝的这一块 是有帮助的 那巩固的深蓝这一块 会使得国民党支持者当中的浅蓝的这一块 比较浅的这一块 可能会觉得很反感 很讨厌 觉得国民党内不应该这样子斗争 而失去了那个去投票的动力 这会造成一个什么效果 会造成深蓝的所谓黄复金党部 就决定了 他有这个对于党主席人选的决定权 因为他们会出来投票 他们是力挺红秀柱这一系统的 那所以这侯秀柱策略其实还蛮清楚的 所以我会认为说 侯秀柱既然作为一个国民党主席 他在意的除了自己的党主席选举之外 其实也应该要把眼光放大一点 放到整个国民党 有没有因为这一场这个跟习近平的见面 而整体被拉抬 我觉得那个才是比较关键的 那可是社会上面其实很多的评论是说 第一个不是那么的关心 第二个是说其实你那边拐弯抹角 讲求一中之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存一中之什么什么 其实某种程度 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他的谈话 其实是更倒退 比一中各表更倒退 他现在已经把一中各表这路线 其实已经抛到后 已经没有一中各表这东西 抛掉了 因为现在大家 就是他跟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的论述 只在一中 所以这其实比一中各表 那个还有表 对 还要感觉更保守 更深藍 那所以他的路线上面是符合深藍的路线 但问题是如果说只是增加他个人的高度 那恐怕还要再观察国民党 因为他在针对这个有关台独的议题上 他跟共产党是同一个路线 他说要共同对抗 那这个部分对国民党来讲 难道没有伤吗 我当然会觉得对国民党来说 不是那么的睿智 也就是说过去 也就是因为国民党跟共产党的路线走得太接近 所以他在台湾才拿不到人民的选票 这件事情我觉得人民可以理解 可是你只要出了国门 面对一个对你有企图的国家来说 你应该是要一致对外 而不是去联合他 回过头来帮你打你的政敌 对的确来请到学员 现在看起来如果说 这个洪秀柱有增加个人的高度 但问题是他的谈话 恐怕会让他觉得 你到底是代表哪一个政党 哪一个国的政党 因为特别是他跟这个共产党去说 要用和平政纲来对抗这个台独党纲 感觉上一中各表是模糊化 但很明确的是 国共一起来打击要对抗台独 其实对于洪主席来讲 这一次最大的成就是没有暴冲 就是大家都对他期待很深 想说一定会暴冲 结果没有 但实际上的成果并不多 因为他回来所承诺的说 蓝营的五个县市 我们可以帮你去对岸办展览 或者是想办法做推广 可是实际上同样的议题 讲得更清楚的时候是 能不能针对这八个县市 有特别的优待 或者是特别的旅游相关的 这个业务的时候 张志军那边是 对他说有难处 对张志军那边讲很清楚 就是恐怕没有办法做到 那另外一个这一次 洪秀柱去的一个成就 就是习近平明讲了 就我也是无奈 就是我要对付台独呢 如果我不对付 那中国共产党会被人民推翻 除此之外 其实洪秀柱真的没有太大的斩获 那你说洪秀柱现在是不是洪一姐 那是啊 因为没有别人嘛 那所以他就一姐啦 那不然怎么样 难道要叫洪一哥吗 那就要看国民党内有没有人挑战他啦 国民党内一定有人挑战他 但不会是在这一个残 东风无力百花残 不会在这个时候 有人去挑战洪秀柱 因为烂摊子在你手上啊 等你弄完再说 所以我觉得对国民党而言 这一波大概就是 不过不中意不失 没有拿到大分 但没有失分 可是洪秀柱如果真以为自己身份地位提升了 变得有历史高度的话 恐怕太乐观 实际上真的没有太多的展过 是的确洪秀柱其实回来之后呢 恐怕党内还有很多挑战 来请让我问你怎么看 这个媒体对于这个洪秀柱已经成为国民党的一姐 但是党内这些包括大佬们还有民意代表 他们有认同吗 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洪秀柱洪主席是不是一姐其实不重要 因为每一个主席都是一个过渡 最重要是国民党的永续经营跟发展 我们只要看一下这一次 就是说洪秀柱到中国大陆所谓的洪席会 包含他提到替那个柯P的士大运 还有我们的这个蔡英文总统的 这个宋主席的这个APEC就是这个出席 我想就会看到他的格局跟高度 至于刚才实际讲的说 国民党之前是不是因为跟中国大陆走得太近 所以被台湾人民唾弃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再来验证一下 因为我就我个人的观察 是因为国民党在过去的一些 世代正义分配正义上面 其实出了一些问题 所以很多感觉到很多两岸和平交流的利益 被少数的特权阶级给拿走 否则今天我们看到一份民调非常有趣 好像是新台湾智库 他说认同中国人自己是中国人比例又往上升的 所以我觉得与其来从这个两岸的解读 或是从陆委会或民间很多的机构的 民调的这个研究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两岸政策造成的国民党 被台湾人民给轮替掉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还有讨论的空间 是一个一个部分 但是有关于所谓的一中个表 有没有被拿掉 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九月四号的全代会 那个政纲来看 其实洪秀柱一中个表 一直是我们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包含一中个表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从来都没有消失 所以我们才会讲说 包含说蔡英文总统讲的 所谓的要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 我认为中华民国就是台湾蓝绿 最大的一个公约数 我们应该要去爱惜它 所以我就说蔡英文总统又不肯 不肯把这个冻结台湾党纲的问题提出来 可是他又说希望老共那边 能够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 相对是矛盾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来解读整个洪秀柱 你如果说他将来希望选党主席 我觉得这是每个党员的一个权利 最重要的是你符合游戏规则 每一个人都可以来挑战 因为过去的国民党 现在的国民党跟过往一言堂式的国民党 真的我必须跟众将 跟所有的听众 观众朋友 国民党跟以前现在不一样 我们要开始迎向未来 要走向2.0 3.0 4.0 国民党一定要这样走 才能够重新获得台湾人民的认同 对 国民党需要重新出发 但是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接地气 还是跑到对岸去跟中国 接这个国共之间的气 我想可能外界要持续的高度的关注 文言回应之前我们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好 宏熙会结束之后 宏秀柱是不是成为国民党的一姐 来请教委员你怎么看 特别是说我们去观察 宏秀柱针对台独的谈话 比习近平还要激动 那虽然说即使是说增加了宏秀柱的高度 但问题是牺牲了会不会是国民党 我觉得就两个部分来看 首先就是说宏秀柱现在最大的问题 当然他有几个 一个当然希望能够争取连任 那我们知道目前其实国民党党内 也有不少的同志要争取这个出来参选 挑战他 对要挑战他 那所以他借着这一次的宏席会 当然是加强他党内定于一尊的一个地位 那这个情况之下 他当然就希望中国也给他善意的回应 所以我认为他在谈话过程当中 他所谓的一中个表的原则 我们至少没看到 可能我们听到的是 习近平一直在主张的一中原则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如果注意观察到 在他出发前 国民党有许多人曾经发表谈话 希望他能够坚守一中个表 你就会发现这个其实是有点差异性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刚刚我们就几位 国民党协议委员也有在评论 他自己的党主席回来 你会发现好像没有非常看好他 他就跟他说 主席可能还是要先讨论一下党务改革 怎么处理等等的 那当然我们这个红主席 红秀柱红主席他回来 他讲了一个利多的消息是说什么 他就说他觉得可以把目前国民党执政的八个县市 可以因为两岸的互动得到更多的利益 那再我来观察 第二个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我的观察 就是说 其实对于红秀柱来讲 其实国共的会谈已经非常多次了 这一次如果要有什么新鲜事的话 就代表说他能够成就一些事情出来 那当然于是他提了几个东西 第一个他非常展现他的一个高度跟格局 说关于这个台湾的APEC代表 他认为跟中国要有好的互动 或者说世界大学运动会 中国政府也可以有选手来台湾 那我觉得以这两个来讲 本来就是理所当然该做的国际的礼仪 就习近平事务态度没有给他很好 那另外就是说 他讲八线市的这个跟中国的增加交流的部分 看起来中国习近平也没有给他很好 那我觉得感觉起来 这有点出乎红秀柱的意料之外 会不会是因为他已经在野了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出乎红秀柱的意料 因为你看他的谈话 他其实他可以谈话跟习近平 他也可以讲一中个表 他也可以讲说这个台湾人的利益 也是我国民党最重要的 可是他没有讲这个 他提了在一中原则 然后最后就讲说反台独 事实上台湾现在问题是台独问题吗 不是吧 不是啊 现在没有人在讨论这个议题 可是他 凭空冒出这句话 那我觉得他是在附和 就我个人的观点 他在附和习近平的说法 那可是他附和完之后 如果没有得到 我刚才讲这几个 这几个要求的话 那我认为就是 他牺牲了国民党的党格 可是事实上他没有换得任何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这比较可惜 国民党是不是成为共产党的附庸 变成在台的代理人 对不对 人家习近平对于台独都没有这么激动 他反而要去 这个台独成为附庸很简单 你去看隔天的新华社跟人民日报 怎么评国共党党会谈 就知道他是个附庸还是个对的 那我看来 共产党把这一次 感觉起来是把共产党当成 国民党当成他的小弟 那我觉得国民党必须要有一个警讯 就是说过去他推动了某些东西 是他有一定程度的贡献 可是如果最后他沦为 共产党眼中的小弟的话 其实对国民党发展是不利的 的确文奇要回应吗 简单来讲就是说国民党不可 中国中国国民党跟中华民国 不可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共产党的赴水组织 这当然我承认说 有很多的不同的解读的角度 可是我要特别刚才已经 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说洪秀柱主席 这次到中国大陆 我刚才提到 不管是APEC或是这个士大宇 其实他做了他任内格局高度 该做的一个事情 最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说听其言观其行 他也其实有回来的时候 昨天在机场的一个回应 是说接下来我们慢慢看 有关蓝巴县市的 这些所谓执政首长 去的利多会怎么样落实 我要强调一点 如果蓝巴县市所谓的 这个执政大陆要给的利多 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话 我想那些绿营的委员 县市首长委员 就不用在那里大栓特栓 所以我另外 我还要讲的一个就是说 其实我还是呼吁 我们这些国民党内 所有有志于党魁大位者 其实国民党现在我就讲 不断的往前进步当中的状况下 如果有任何的意见 就请大家尽量在会场 正式的场合 大家可以交流意见 不需要说在所谓的开完会之后 大家就开始有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东西 有助于国民党 不断的往前进去 最后我还是要讲的一个 就是说我们还是希望 蔡英文总统 如果真的就如同这样 希望老共重视 中华民国的事实存在的话 他必须做出相对应的 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否则老实讲 连我们都会怀疑 他是不是借壳上市 所以中华民国跟反对台独 或是中国国民党反对台独 这个是天公地道 理所当然的事情 最后事情怎么看 这个国民党成为共产党的附庸 我觉得如果再继续这样子 同生一气的话 而且我觉得这个洪秀柱在那边 跟人家讲什么EPEC 讲那个世大运 等于是做了一个球 给人家杀回来 人家果然就杀了 一中原则通通可以